男人到杂货店买枪 没想到反被两个店员嘲笑 结果男人根本不在乎 反而继续调戏 店员气急败坏 正要动手 却被男人一脚踢倒 另一人刚想上前 男人一招致命打击 让他痛苦不已 倒地的店员随即开枪 反而误伤了队友 自己也被男人一刀毙命 在这电光火事间 男人就干掉了两个大汉 随后他取下那把手枪 放在手里仔细端详 果然是他的枪 原来男人名叫艾迪 就在半个月前 艾迪买了辆摩托车 一路急迟赶到美国西部 准备看望西智好友强尼 起料走着走着 摩托车的汽油就用完了 在这前不着孙后不着店的地方 艾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先下车四处看看 眼看天色已晚 艾迪猛灌一口酒 直接躺在地上准备睡觉 在他神情恍惚的时候 仿佛看到强尼突然出现 还在跟他聊天 两人说起了往事 艾迪一阵唏嘘 对着空旷的四周乱开枪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停在艾迪身边 为首的大汉指着车上的弹孔 怒斥艾迪乱开枪 差点害死他们 最后 三个大汉走向艾迪 此时的他神志不清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只能低声道歉 同时 还不忘朝身后喊了声强尼 三个大汉面面相去 都认为艾迪是个疯子 然而 为首的老大看上了艾迪的摩托车 声称只要把车送给他 就原谅艾迪的行为 这可是要送给强尼的礼物 艾迪自然不肯 老大直接给了他一拳 老二则趁机捡走了艾迪的手枪 艾迪起身还想反抗 无奈 现在他的状态实在太差 又是以一敌三 老二更是直接开枪 虽然没命中要害 艾迪却也倒地不起 此时 另一辆车从远处驶来 车上是一对兄妹 妹妹见死情况想给艾迪援助 但胆小怕失的哥哥根本不敢停车 直接离开了这里 随后 老大让老三解决掉艾迪 他们则带着摩托车离开 老三似乎有一些心软 迟迟不敢开枪 最终朝着空地看了两枪 老大以为艾迪已死 就带着摩托车离开了 就在艾迪奄奄一息之时 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 随后将其救走 等艾迪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深处小木屋 而救了他的人 正是好友强尼 强尼用镊子取出子弹 最后帮他包扎好伤口 好友再度重逢 两人都是喜不自胜 艾迪告诉他 自己本来是要送给他摩托车的 结果半路被三个鳖子抢走了 强尼一听就明白了 那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附近镇子上的恶霸家族成员 艾迪的伤口很快恢复 两人开始谈天说地 这里低处荒漠 因此闲有人来访 倒是每天都有战斗机飞来飞去 艾迪下定决心要拿回摩托车 而强尼则好心提醒 恶霸三人所的父亲老登 在这里势力很大 手下也很多 因此很难对付 更何况这里基本处于三不管地带 也不会有警察来管他们 所以小镇的居民受到欺压 也是敢怒不敢言 更可恶的是 恶霸家族还放出谣言 声称在这小镇附近出现了UFO 因此吸引了不少老年人来旅游 他们则趁机敲诈一把 艾迪下定决心要铲除这会儿白类 强尼也不再阻拦 让他没事去小镇上的饭店 那里有一个美女服务员 是强尼的老乡使 希望艾迪能去打个招呼 艾迪答应了这个请求 不久后 他独自启程准备前往小镇 等他来到这里时 之前路过的那对兄妹也在此处 并且还在饭店打工 妹妹十分惊讶 艾迪居然能从恶霸三兄弟手下逃生 此时艾迪也看到了自己的摩托车 正被恶霸三兄弟的手下骑着 不过艾迪并未动手 毕竟 擒贼先亲王的道理他还懂 艾迪静止走进杂货店 准备先卖点武器防身 谁知 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枪 在解决掉两个不怀好意的店员后 艾迪正想离开 突然听到屋里传来一阵声音 艾迪进门查看 发现一个红衣老头被绑在椅子上 艾迪急忙帮他解开脚料 老头一边抽烟一边吸氧气 还不忘自我介绍 他声称自己名叫老鬼 是这家杂货店的老板 而这两个店员则是他的侄子 自己身体不好 本想请他们帮忙 其料这两个侄子早就夹住了恶霸家族 不仅将杂货店据为己有 还把自己软禁起来 还好今天艾迪向自己解救 艾迪取回手枪后 就准备到饭店所做 刚一进门 服务员布兰尼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艾迪立马上前自我介绍 他不愧是情场老手 很快就赢得了布兰尼的放心 艾迪声称 自己是受强尼所托 前来看望布兰尼的 原来 当初布兰尼受了伤 是强尼救了他 现如今听说两人是好友 更是对艾迪青睞有加 饭店众人听说 艾迪干掉了老鬼的侄子 纷纷对他另眼相看 这群人平日里也被欺压坏了 其中 名叫老白的老头立马上前 表示自己愿意当艾迪的手下 艾迪正好需要有人处理尸体 于是就收下了老白 两人回到杂货店 老白当场就要去准备卡车 就在此时 门口突然路过一个车队 老鬼向艾迪解释 这是小镇上另一个黑帮组织 飙车党 他们跟恶霸家族有合作也有摩擦 总体上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艾迪看着他们 顿时系上心头 老鬼带着艾迪来到仓库 这里有满满一屋子的军火 是老鬼当兵的儿子留下的 现在可以让艾迪随意挑选 不过艾迪为了不引人注目 并没有选择枪支 只拿了一个夜市望远镜 为了彻底剿灭黑帮 艾迪决定暂时住假 他来到旅馆租到房子 此时 老白正在处理尸体 把他们用保鲜膜包好 然后直接扔紧悬崖 做完了这些 艾迪询问两个老头 什么地方能找到飙车党 得知他们经常在15公里外的酒吧互动 于是 艾迪借用了老鬼的汽车 一路赶往酒吧 等他到目的地时 天色已经渐晚 他刚准备进入酒吧 就看到飙车党正在纠缠两位美女 只见领头的眼看美女不从 直接对着地上开枪 逼得美女一边尖叫一边跳舞 老板出来制止 反倒被暴打 艾迪察觉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挺身而出 英雄救美 飙车党们面面相去 没想到居然有人触他们的眉头 领头刚想掏枪 却没想到艾迪更快 三枪干掉三个人 这一手操作下来 吓得其他人动都不敢动 只能纷纷放下武器 而艾迪则主妇美女捡起武器 然后带着他们上车 老板也是要奸不要命 居然问艾迪要酒吧损失 艾迪则自称是恶霸兄弟的手下 临走前还给他们留下了礼物 打爆了所有摩托车 随后艾迪开车离开 这一招祸水东引用的不错 艾迪将美女带回旅馆 等到晚上她正擦枪时 美女突然来敲门 声称自己要报恩 艾迪欣然接受 四日一早 她收拾好装备 然后来到老鬼的仓库 取走了一把狙击枪 并交代老鬼 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与此同时 飙车党首领怒火中烧 得知是恶霸兄弟先动手 他当即点进人马 是要将恶霸家族灭掉 艾迪躲在一旁看得清楚 飙车党的行动力没得说 恶霸一家刚从城里开车回来 就遭遇飙车党的袭击 一家人差点被干掉 好在他们急时逃脱 并回到老巢 召集手下 准备来一场大型火兵 此时 艾迪已经悄悄来到飙车党营地附近 并占据了制高点 而强尼也赶来助阵 恶霸家族潜入营地 随即对飙车党发动进攻 双方人马立刻打了起来 艾迪看热闹不嫌事大 一枪打爆了油桶 场面瞬间变得更加激烈 不过打着打着 双方都发觉了不对劲啊 恶霸老二询问飙车党 为何要突然袭击 却得知是自己一方先动的手 他瞬间明白 一定是有人故意挑拨 然而恶霸兄弟老爸十分不满 认为都是老大者的祸 于是 父子两人竟然当场打了起来 搞得双方人马都一脸懵逼 谁能想到 恶霸老大一狠心 居然当场干掉了亲生父亲 飙车党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他们太变态了 此时观望的艾迪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再次打爆气忧桶 给他们加料 其料反倒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双方立刻联合起来围攻艾迪 艾迪准备以自己作为诱饵 让强尼趁其逃离 其料 强尼抢先一步将他打趴下 自己则顺着钢篮一跃而下 恶霸家族和飙车党疯狂开火 最终将强尼活捉 此时恶霸老大发现 这根本不是艾迪 于是开始拷打强尼 艾迪想要营救 然而敌方人数众多 于是他躲在草屋里学狼叫 用出了声东击西的计策 将一干手下逐个击破 为了引出艾迪 老大将强尼吊了起来 艾迪则趁机抢了一辆摩托 在众人的包围中 顺利救出了强尼 等他回到小屋时 却发现强尼一位重伤 已经去世 此日一早 恶霸家族派出人马来到小镇 准备挨家挨户搜索艾迪的踪迹 并开出悬赏一万美元 布兰尼看到这一幕 立马赶去强尼的小屋 却得知强尼已经去世 他跟艾迪抱头痛哭 却也因此走到了一起 很快 艾迪制定了新的报酬计划 他先是在众目睽睽下回到小旅馆 果不其然 就在当天晚上 那对兄妹中的哥哥去通风报信 恶霸老大带着手下赶来 哥哥带着他们去艾迪的住处 并开始喊话 让他赶紧投降 其量 屋内没有任何反应 恶霸见状 也不装了 对着屋内一阵扫射 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 任谁也活不下来 手下冲入屋内 这里居然根本没人 只有一把枪 此时的艾迪和布兰尼 就在废车后躲着 恶霸老大察觉不对 立刻让手下四处搜查 其中有几人 在屋内搜寻时 出于好奇 拿起了那把枪 其量 这早已连接了手雷 小屋瞬间爆炸 艾迪则趁着恶霸手下乱找时 悄悄地逐个击破 很快干掉两人 此时恶霸老二找到了老白 看他正收拾着一具尸体 立刻逼问艾迪的下落 其量老白充耳不闻 根本不搭理他 老二恼羞成怒 正想对老白动手 谁知 却被老三阻止 老二开始怒骂这个弟弟 要不是他当初心思手软 哪有今天的灾祸 此时艾迪突然出现 两枪干掉了老二 然而 当他面对老三时 却并未动手 艾迪念着他还有一丝良知 当初还放自己一马 于是放走了老三 艾迪看着老三骑车远去 刚想松一口气 其量 一个枪口抵住了他的脑袋 竟然是早就躲起来的老大 老大怒斥老三的懦弱 声称自己干掉艾迪后就会去杀了他 迫于老大的威胁 艾迪只能放下手枪 他刚想趁着转身时袭击老大 却不料老大早有准备 自己反倒被一顿胖揍 原来老大的身手也相当不错 只不过之前一直没有显露 现在艾迪完全落入下风 被老大一阵拳打脚踢 此时老白看了看手表 知道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于是他敲响了警钟 艾迪立刻心领神会 不远处一架战机飞来 艾迪趁着老大分神 一脚踢飞了武器 最后跟着一招回旋踢 老大掏出匕首负于顽抗 然而他大势已去 被艾迪按在身下狂揍 最终一脚踢在他咽喉 老大就此没了再战之地 此时布拉尼出来搀扶艾迪 没想到老大还想趁机偷袭 一阵枪声响过 老大就此身忙 原来是老白动的手 随后在场的老头纷纷抢攻 老白将所有人的尸体 统统处理后 小镇却因此事上了热搜 众人都以为 这些人消失是因为UFO 所以都赶来旅游 小镇没了恶霸气压 旅游业终于走上正轨 老头们找到了人生意义 而艾迪则找回了摩托车 准备带着布拉尼浪迹天涯 早已逝序的墙泥 仿佛就在身边